展場入口處的藝術作品 台灣林象 現場吊掛的凳子 依照樹種生長高度排列 表達台灣的森林上茂與生態 由台北科技大學木裔中心主辦的 森如生活 國產財好設計展 以台灣在地林場產出的 國產木材作為梅材 設計產出生活居家用品 傳遞附探家具的概念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讓我們的國人 能夠看到台灣的國產財的美好 特別是這次在林戶局的支持下面 還有台北市文化局的場域 我們要展出的其實就是 台灣多樣的生活的樣態 透過國產的好木材 透過好設計 我們希望能夠讓國人開始去體會到 台灣的富炭家具 那台灣的富炭家具 為什麼要談這件事情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在談2050年的碳中和 淨零碳盤 那我們在這邊所使用的這些國產木材 都是人造林的國產木材 所以材料本身它就是一個固碳的材料 所以當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 是把這個大氣裡面的這些二氧化碳 透過材料的部分把它吸附二氧化碳 形成木材 然後為我們所用 我們再透過設計把這些好的材料 放到我們的居家生活裡面 就好像我們每天都坐擁一片森林的概念 那特別是我們的這個入口意象 我們用的就是所謂的台灣林象 那我們用17張台灣17種不同的材料 所建構出來的這個意象 然後依照材料的這個海拔跟高度來做調掛 呈現台灣的生活樣態跟森林的樣態 那凳子就是台灣生活裡面 非常非常典型的家具的樣態 以前就是我們以前的生活裡面 所有在用的東西 透過這個東西 在這個店裡要怎麼去電線出來 讓大家可以了解台灣過去的生活方式是怎樣 那從過去再走回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得到我們在展場裡面 有藝術家具 有設計家具 能夠讓所有的好朋友能夠開始去體驗 台灣的森林的生活的美好 那我想我們在展場裡面用了兩種最主要的材料 一個是闊葉樹的桃花西木 另外一個是真葉樹的台灣山 台灣山是東亞第一高的樹種 然後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用台灣命名的樹種 那台灣山我們又叫做這個盧凱族的原住民 我們朋友就會叫他叫做壯到月亮的樹 你看光是這個名稱是多浪漫 那它的材料我們又叫做七彩台灣山 就好像台灣的多元的樣態 這麼樣的colorful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的繽紛的色彩 來展現台灣的這個多元的樣態 而且又這麼樣的多元跟繽紛的文化色彩 所以這個材料本身它就是一個非常象徵台灣的材種 那我們在現場就用這樣的材料 來創作不同的這個各種不同的居家用品的這些傢俱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用桃花西木 那桃花西木是這個台灣的闊葉樹 是目前在平地造林裡面 這個蓄積量最多的材料 那我們用桃花西木來製作不一樣的這個傢俱 譬如說我們在那個新北桌 我們為這個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打造的這個新北桌就是用桃花西木 因為古代來講它就文化意義叫做 桃花劍是做避寫用的 所以它基本上從文化的語意 從材種 從特色 都非常的台灣的文化的意涵表現在其中 所以我們也用桃花西木在我們的展場裡面 把它應用在各種不同的像桌椅 櫃 這些所有的生活用品裡面 讓台灣的桃花山跟台灣的桃花西木 能夠伴隨我們的居家生活 展場分為藝術家具和設計家具兩大展區 總共約60件作品 兼具藝術性 實用性與生活性 以永續設計互聯共創為主軸 巧妙融合新芳村茶行的建築空間 與國產木材家具的優雅氛圍 林務局從2017年開始推動國產財元年 這樣的政策 目的就是希望說 讓台灣的人工林的資源 能夠被永續的利用 把它所提供的這些會議 分享台灣所有的人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推動生活林業 那也就是讓人工林裡頭 不管是木材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非木材的物質 或像精油 能夠進入到我們台灣 每一個人的生活層面裡頭 那其中呢 像這個家具 那或者是像建材 或者像家室 那特別也需要結合我們台灣 非常精彩的工藝 或者是非常堅強的設計的能力 那所以呢 我們就跟台北科技大學的 陳店李教授合作 那運用17種台灣國產的木材呢 來結合我們的工藝師 還有結合非常多的設計專業的工作者 那另外還有不同的這個產業 來製作成包含家具 或者是包裝盒 那目的就是希望說 讓大家認識我們台灣森林的 這種永續的價值 那另外呢 這些由國產的木材 所製作的各種家具或是製品 它裡頭還保存了過去樹木 所在空氣中捕捉的這些二氧化碳 那透過這些木材跟家具的使用跟保存 這些二氧化碳呢 就被永久的固定在這些家具 或者是用品裡頭 那成為降低地球二氧化碳 這個碳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展示 可以讓更多的人 來到這個古寺古江的場域裡面 去了解到使用國產材 到底對我們生活有什麼樣的幫助 對地球有什麼樣的幫助 那也可以透過這些家具 或者是工藝品 來認識台灣的工藝製美 那大家現在所在的這個新芳茶 它落成於1934年 那在2009年指定為試定古蹟之後 我們重新的修補 在2016年正式的開放民眾參觀 那這個地方 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大道城保存非常完整的 和洋式的混合的建築 那過去這邊有茶行 也有烘焙茶的工廠 以及倉庫還有住家 所以它是有多功能機能的一個建物 那這一次的展出其實 讓古蹟可以運用不同的一個藝術媒材 來做一個展現 那可以讓民眾走進這個古蹟的時候 有不同的茶體驗的一個感受 那這一次的展出其實 我們知道都是運用台灣在地零產的國產木材 來做一個產製 那很特別的是有一個包括台灣零像的公共藝術 那除此之外也有剛剛大家從影片上有看到 非常貼近居家生活的一些家具的設計 那在這個場域其實非常的適合 在這個充滿了歷史文化的一個場域 展示這樣子的一個國產木材產製的一些作品 我想大家等一下看的時候 應該會有非常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那這次的展覽很開心 除了有不同的一個藝術媒材跟古蹟的連結之外 其實我想很重要的是剛才主持人有提到的 不管是文資的保存或者是我們的一個自然生態 其實永續跟環保一直是我們在追求跟強調的理念 那也希望大家在看這些作品的同時 也可以把這樣子的理念更為傳達出去 深入生活國產才好設計展 即日期展出到12月31號 新芳春茶行配合本次展覽 將規劃一系列茶席與品茶活動 歡迎民眾至新芳春茶行臉書專頁查詢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